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位是年轻取手丁浩 这也是00后相当的猛烈 对 这是乌光亚 也是我们少数的 少数的 是80后棋手吧 90后 哎呀 抱了我的年龄 这个不能乱说 许佳阳 许佳阳 许佳阳也是年轻取手 虽然不是00后 许佳阳这也是看着从小长大的 是 好 那这盘棋呢是谢科的白棋 那谢科其实今年的这个成绩非常好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月份的时候 他是先后进入了英式杯和孟百合 两个世界大赛的决赛 那么 这个两步进决赛 他已经是成为了职业九段了 是的 那么所以说就是 其实谢科呢 跟刚才我们介绍两位 李维钦和廖元赫呢 其实他们其实之前就完全是同一辈 而且成绩其实都相仿 就是要看等级分 可能还谢科还不如前两位 那么好 但是就是说 他一下呢就等于是突破了一下自己 这一下 他一突破以后呢 那他这个年轻人冲劲上来以后 那就完全是不一样 嗯 就是所以说希望咱们今天 其实能看到的刚才的丁浩 还有刚才李维钦和廖元赫呢 希望他们其实都是同辈的 一批出来的 希望他们呢 一块 跟谢科一样就是 冲出来 对早日的打出来 嗯 其实只要拿到一个 头衔战的冠军 我觉得这个气势上就很不一样了 嗯 是是 谢科确实这一次冲出来以后呢 肯定是比他们就先了一步 嗯 希望他们也都努力吧 对 那么谢科也曾经在 嗯 前几届的某一届 这个天元战中是 拿到过挑战权的 挑战了 对 挑战了联校 但是那一次他是1比2败北了 败北了 嗯 那就是说那看来就是说 谢科还是冲劲 还是比他们几个好像好一点 对 虽然等级分不好是吧 但是冲劲还是挺有的 因为我在我印象里 李维钦等级分几个人 就十几名 十一名了 对对对 还进前十了 就是已经非常可怕了 是的 对 但是从这个大赛的成绩上来说 还是需要提高 还是 嗯 嗯 好像还是谢科更猛一点 更猛一点 更有充劲一点 对 好 那这一盘棋呢 是彭丽瑶的黑棋 相对于他们三个小朋友的话 彭丽瑶我就更熟悉了 嗯 对我们俩也是经常一块踢足球啊 这个玩啊 嗯 都经常一块 是 但是其实也好久没见 哈哈哈 也是好久好久没见了 一会儿要是直播结束了 是不是 可以见一下 哈哈哈 这个棋 这样的布局啊 现在 也是比较少见啊 嗯 正常来说白的小木在这儿 黑的不挂 其有不挂之理 也不是其有不挂之理 就是感觉是不是少一点呢 方老师 嗯 你觉得 我 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黑棋这个布局 我见的就比较少 就比较少 所以我感觉这个 彭丽瑶是不是对于黑棋这个布局来说 他还是呃 有所准备的 所以 我管你啊 应万变啊 意思就是说 我管你下 小木下星位 还是下在哪儿 我都得这么下 对啊 不能让你打乱我的这个方针 是吧 是 我猜测啊 这个 这个确实 这个 今天也很老道啊 果然是这个 嗯 厉害啊 一不变一万变嘛 嗯 白棋挂脚之后 手脚 黑棋 我觉得能白的能守到这个 还是满意哈 我觉得还行 嗯 当然就是说这些理论都是 我以前学棋的时候 那时候的理论了 嗯 就是现在电脑可能对于这 手不手脚挂不挂脚 这这无所谓 嗯 那就无所谓 嗯 点脚啊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难得一见的过去很流行的一个变化 传说中的米是飞刀 对啊 但是呢 他又没走出新的变化来 嗯 嗯 还是以前咱们这个嗯 走过都走过的一个定型 嗯 那么就是范老师 这个地方嗯 你有你有所了解吗 啊 我吗 嗯 我不敢说了解很多 我一般都是逃避 逃避 是吧 回避一下 那就说那他那为什么就是说 嗯 你能给我们讲解一下 哎呀 为啥黑鞋不顶呢 为啥黑鞋不顶 因为顶的话不就逃避了 就是说我就闪了闪了吗 嗯 就顶了班不是就没有米是飞刀了吗 对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啊 嗯 可能就是因为KG这个布局是有所准备的吧 这个这个这个跟这一天的配合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了 就是 过于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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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应该是什么呢 王老师 我我感觉哈 就首先这个棋顶了班肯定是要看针子 嗯 就是说看什么针子呢 白鞋白鞋搬这个 嗯 然后你挡住 然后白的断 这个是这个大家应该看齐多的朋友应该都是看 对 看了很多了啊 是 但是现在这个针子不是对我黑棋有利吗 对 首先呢 要看这个针子 就是说如果说黑的非一个呢 这个时候如果被白的针子有利针掉的话呀 这个棋就是黑的肯定是基本上不能接受 嗯 百分之八十吧 不能说是那么高 就是至少八十可能是不容易接受的 就跟配合关系不是很大 嗯 就这个局部被针掉了 黑棋是比较惨 因为这个棋将来 你说你有引针 如果那个引针不是特别严厉的话 就可能还行 就不是特别严厉 可能还行 白棋主要它它应你的时候 它不是说普通的补 它是它是要 来靠你这个 哦 这样我就省手齐了 然后你扳的话呢 我就往下扳 嗯 就是说你要 可能你吃这个 然后呢我吃 你提了 就我补 补针子的时候我是这样补的 嗯 就是我把你脚直接给端了 一锅端了 这个补针子我也就无所谓了 啊 那么如果说我靠 靠了扳的时候 你 你要顶回来 或者顶回来这个 那么我排气 我又虎一个 你要接上 那我就虎起来 就是这样的话局部黑的只有一只眼 这是后手以前是后手 你不活不活 如果我这一提 你看这你还能活吗 那是不是你这个隐称就没了 其实 对 你这个隐称基本上等于没了 对吧 那就是说我靠的时候 你扳不了 你扳不了你看它只能往下立 往下立的话呢 白的就藏在这 那这个增子你出来对于白旗来说也无所谓了 嗯 没压力了 当然你黑旗你这还没有活 比如说我挡的还是至少是险手 对 你还在里面有苦活 就这个旗和这个白旗蒸不掉 飞在这儿是差很多的 因为飞在这儿 白黑旗这全是险手 就是白黑旗这脚上这块旗基本上是安定了 所以说这个局部呢 千万呢 大家下的时候不要被蒸掉了 正正常来说可能搬一个比较多 但搬的话局部肯定也是白旗不错 嗯 因为如果黑旗不错的话 黑旗都这么下 他不管正自有利没利 他都这么搬了 对 咱们就反着想就可以了 那么这些旗就不能被蒸掉 证掉肯定是亏了 是 肯定是亏了 但现在关键是蒸不掉 黑旗蒸子有利 蒸子有利 但是呢 白的不是说 并不是说白的飞一个 他白旗不能下一个 哦 也是可以下 就白旗现在这样的配合 不是相当的满意吗 哦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就是只是说这个不能被蒸了 但是白旗我飞一个 不是说我亏了 我不亏 那么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把这个后视转到这边来 这个配合还是比较满意的 嗯 所以说下成这样的话 白旗的意图肯定是下成这样 那么黑旗的话 实在等于他选择米式飞刀 可能他就不愿意下成这样 哦 那我有一事不明王老师 嗯 那我白旗能不能要求下成这样呢 比如说你拖的时候我搬呢 啊 这个旗那这个问题就又来了 哈哈 对 你搬的话呢 就又来了 嗯我搬 你想让我挡住 你再搬下来 对这样我就还原了 但是 但是 我就这么点小伎俩 嗯 但是我要搬这个 你要搬这个 搬这个的话 我白旗应该是走什么的吗 退吗 不是你搬的吗 哎呀 但这个 搬的话一搬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 选择这个定时机器比较少吧 不少啊 不少啊 你局部你搬我就是搬这个 哦 那我现在应该退还是长呢 你正你退一个的话 我就虎一个 嗯 这样感觉白旗不美观吧 这个旗啊 正常你退一个是有的 嗯 那么我肯定你想我让我顶你 你还原了 但是你就想的美啊 我搬这个 我就想的美 嗯 那我如果搬呢 你只能搬下来 然后打拔 哦 那我把这吃掉 把这吃掉啊 这个旗我感觉我也挺美的呀 然后就把这个断了 哦 这个跟我们刚才那个 就是我们摆的那个白旗斑的段下来的话 嗯 黑旗手上脚上比刚才好多了 嗯 我不仅活了 而且木树比刚才大很多 哦 白旗这外边 你刚才你想想你飞到那儿 和现在我这多了两个子 这两个子不是残子啊 将来是很有用的啊 我经常过来的时候 就我这个非常有用啊 嗯 而且我粘出来你还没活呢 白旗 哦 像成这样的话 局部是一个这样的下法 但这个局部呢 白旗亏了 哦 这个局部白旗亏了 这个局部白旗亏了 嗯 这个旗等于是白旗 那我白旗怎么搬呢 白旗你搬的时候你可以顶这个 哦 你可以顶 正确下法还是顶在这儿 也不是正确下法 就是有这样的下法 就是当然你说白旗 你哪天如果说你长一个 他一搬你搬下来 你局部亏了 但这边白旗回旗活不了 全是你的 你不也行吗 对吧 也是也行吗 就你正常的话局部有这样下 顶完的长 嗯 那么下一步旗呢 黑的这个地方呢 是这一手 跳一个 第一杆是长 是吧 对对对 但是长呢你这个跳了 白旗跳在这儿 你脑袋在白的后边 嗯 这期你跳在这儿呢就有意思了 嗯 他这期他要虎一个 你脑袋显然在他前面了 那他要靠的话你搬住 那么你最怕的可能是他吃 或者他脱鲜了 因为你常能吃嘛 这样他可能脱鲜了 但脱鲜的话 将来你吃其实也是非常残酷的 对于白旗来说 白旗这个地方 你吃完一尝 吃不吃黑旗有点尴尬 对 你这样被搂成包子 白旗现在黑的就不用下了 对 这样的话这个局部的话 其实也是看到 应该是黑旗不错 嗯 所以说你想像这样的 是不行的 你想的是很美 对 我想的是很美 但是黑旗不会跟我 再走成那样的变化 这个确实这个 我看我一个电视剧里面 有一句台词 这个叫你长那么美 你就不要想的那么美了 是这个 就是这样的 这个 就有一句台词是这样的 我经常觉得是一句恭维呢 不是 就是我经常 我经常跟学生说的时候 我说你长那么美 你就不要想那么美了 好吧 这个其实 这个 不可能 让你下成这个图了 嗯 那么就是说 我们面对这个白旗挡了飞呢 我们要小心 如果说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被白旗得意了 嗯 那么就是说你争自有利的时候 或者是什么 就要选择拖这个 对 拖这个的话呢 我 昨天还是前天 刚跟他们说过一个事情 嗯 什么时候选择这个拖呢 嗯 什么时候可以用这个拖呢 有至少要有两个前提 嗯 听说 你觉得呢 你觉得 什么时候 嗯 什么时候可以拖这个 那首先你得对这个米式飞刀 得了解才能敢拖 那不对 那不是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旗呢 拖肯定是下成这样了 对吧 如果说白的退的话 那你肯定不怕了 嗯 就是不可能怕了 嗯 那么首先第一点 什么什么时候成立 就是这个时候 班的时候 这是居住著名的这个基本图 嗯 首先针子要有力 你针子得有力 啊 这个对对对 差点就忘记了 你看 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 嗯 对啊 你针子如果不力 就比如说你现在尝我一跳 嗯 你针不掉我这三个 那你还米什么刀啊 你直接就没了 你还米什么米 肯定就没法米了 嗯 对吧 这个针子首先前提得有力 嗯 那么其次的话呢 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次的话呢 就是这个 就是你搬的 在黑棋搬的时候啊 嗯 白的如果它接上 黑棋你不好 嗯 方向不好 那么也不能下 哦 明白了 就比如说你这样 比如说我们看成这样啊 就是现在这个 就说这个定式 你必须方向是好的 对你这个定式 必须是好的 嗯 因为你这个定式 是你没有的选择 这个这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定式白棋好 嗯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就只能下成这样 白棋就已经好了 那么呢你是米式飞刀 你就亏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这换一个 嗯 比如说白棋是白棋我是这样的 那么你是这样的 嗯 这样的 那么如果下成这样米式飞刀的话 我白棋我也打 然后贴 然后你长 然后我飞起来 不管你是飞还是跳 然后我就拆一个 这样黑棋它是很没意思的 嗯 因为你现在只有脚上的这16木齐 那么白棋我这个后势 这一走 基本上是围上了 我已经输到一路 但是我没我先不输 你又没有断 那么你要走的话 我等于输到一路 这地方你想活 可能不是很好活 嗯 然后这地方我拆出来以后 如果这也是安定的 你现在这四个还没有活 你只得了这16木齐 基本上白棋可以是不得的 不会便宜的 嗯 啊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白棋能粘 然后这样推起来 方向如果白棋不错 或者就是说实战 像实战这个小木这样 我们它挡在这边 就白棋 我们想象一下 白棋从这边推起来 这样的什么概念 就和这样等于是从这推起来 嗯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两个 首先这个前提要成立 啊 啊 然后才能成立 那么实战 我们看是不是这两个条件都成立 嗯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实战的话 这两个条件 你看下成这样 如果是下成这样的话 嗯 白棋如果从这推起来 首先黑的长过来 把白棋这边的潜力消了 然后你推起来以后 这边是我的子 你这个后视呢 也没有地方发挥 嗯 那么是不是作为黑棋来说 我就没有 啊 方向上黑棋是没有问题的 方向上没有问题 嗯 那么蒸子没有问题 嗯 那就可以下 那么接下来的变化呢 就是是你研究的深浅的问题了 啊 对啊 但是我为什么 我说这两个条件 只要成立 你就可以下了 因为你下的时候 不可能说你想拿这个去骗人 你只是对顶一个不满意 嗯 所以你才会拖 嗯 那么如果接下来的变化 你没有研究到 或者下坏了 不就是输一盘棋吗 啊 那我是不是学到了 就是你的变化我没有 就你现在下法 我们我 我不认识我没学过 嗯 我认了 我认了 我这如果说就 而且就算亏了也不见得输啊 嗯 对吧 我但是我学习到东西了 就是这个地方我学到了 嗯 对吧 这两个条件如果能成立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这样去下 是 啊 所以这盘棋 黑棋 这个选择是肯定没有毛病的 我觉得如果我是黑棋 我也会选择拖 现在因为我觉得顶了扳 被白棋 这样扳了断 然后飞到这儿 白棋方向太好了 嗯 好 那么我们看看刺激的来了啊 但是这个也没有多刺激 因为大家没有走出新的变化来 这个之所以 这个扳的话呢 就是 就是奇迷朋友们肯定看比赛看得多的 其实也见了很多了 这个 啊 奇谱中也是经常下到 这基本上是一个 一本道了 其实是嗯 啊 这扳住 白子现在是打一下是吧 打一下没某没病了 就是说没有变化了 嗯啊他还有先拖的啊 打一下的话就没有变化啊 断 断 长 然后会起 呼 嗯 这个跟气有关系啊 黑棋 就这个棋 稍微再给大家停留一下 就是 白棋其实还有不长有加的可能 哦 嗯 加完之后把这个点死 嗯 然后呢黑的打拔 黑棋打拔 就是说 有一个这样的变化 嗯 那么现在的变化 显然显然是黑棋 如果这样被打拔了 这边黑棋配合很好 嗯 然后白棋这边的这个 潜力被排的一打拔也没了 嗯 那么白棋肯定不能选 但如果换一个局面呢 又不一样 如果说这边你没有潜力了 嗯 那么这边是皮式的 没本来也没潜力 那如果白棋加了把脚点死了 白的肯定很实惠 这也是白棋可以选择的一种 就是对这是白棋可以选择的一种变化 那么局面场合 那么局面场合如果都不同的话 是有可能这样下的 嗯 对吧 万一就是你比如说 骑友们觉得黑棋 哎我下的这样挺好的 但突然哪天不一样被加死了 哎这骑怎么还能加一个 嗯 其实学到一个也没事 对啊 我觉得也可以 是啊 其实哈昂跟我们说的这个已经是维系当中很高阶的东西了 嗯 就是像普通的背定式其实并不难 嗯 就是可能你稍微呃懂一点气 然后凭借你的记忆你是可以把这个定式背下来的 嗯 但是定式最难的地方就在于它的配合配置 以及这个这个不同配置下它有可能会有变形 会有一些变招 对对啊 这个是最难的地方 对啊 所以这个思路咱们一定要把它记住了 就是这个定式不是麻木的去想 对不能麻木的去背去想 对啊 而是要根据周围不同的场合去选择 对 那么实战呢 选择 嗯 选择确实是非常难的 非常难的一点啊 黑骑虎 嗯 白骑 点 这就下成一个著名的一个 是的 这就是双方对这个局部 呃 都各自做了自行的判断之后 都有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骑我们这个 黑骑和白骑都可以继续下 对嗯 嗯 没有用 你再跳在位断 你就压不到了 那么为什么说亏呢 你就说那我收一个你不也得收吗 嗯 不是 嗯 黑骑这个骑把白的吃了白的是不能接受的 嗯但是很如果白骑把黑的吃了呢 黑的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嗯 嗯 比如说我现在压一个你收气 我不理你了 嗯 啊我这期我搬了我把这外边接上了 哎 这一下就非常大了 你要吃这个的话 其实就吃了这个十二什么起 嗯二什么起 那么我外边就很厚了 我再拖鞋都可以 嗯 嗯 这样的话这个头这个头给他扭过来 比这个脚上的木数要大 啊但是这个骑你要白骑被黑的吃了 你再怎么扭头 估计 你也是打不太土的啊 是 所以说这个千万不要随手一挤 嗯 那么黑的下来压 要装你自己弃 嗯 这个次序不能下压 不能下压 先压 然后打吃 哎这样 这个正常来说是再压一下 哦再压 再压白骑敢不敢尝出来呢 你尝出来我不所谓 方老师我就 我就就走这个 你先扒我 先扒你得虎吧 嗯 你不然被我打了尝 哎 你得虎吧 你走这儿被我打了尝 你应该虎一个 对 然后接上 就你这些你什么时候受我气啊 我都不收进来这个 嗯 我就走这个外边 让你吃 哦那我错了 你压的时候我 我如果送呢 你你压的时候你送 嗯也是一样的 就是我 哦我以为我这个好很多了 没有搬 没有被搬住 还是这个头大 其实如果你吃的话 我就管一个 其实跟刚才差不多 你不尝 你也没起走 啊 就还是这个头明显 比这脚上这个木树 要重上的多 嗯 但是实战黑棋没有压 实战没有黑棋没有压 没有压呢 白棋肯定把这个管了 对 这个棋多压一下 对于黑棋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好的 嗯 那么这个棋 嗯白棋走这个之前 是先走啊 去把这个走掉 先走掉了 嗯 先走掉了 嗯 现在走 确实对于黑棋来说呢 它不收气 如果压一个 被吃了 等于这部棋 其实本来放在这 你可以拐过去 放在这 就是说 你本来你这口棋 如果不紧的话呀 这招棋 其实是可以省略的 嗯 现在你没办法 你这个被走掉了 还得一拐呢 嗯 现在黑棋的外边 是点也先手 这边的棋也很紧 对 脑袋也被拐过来 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我觉得黑棋 还是应该先压一下 嗯 黑棋还是先压一下 那这个棋有意思了 这个 黑棋盘面棋目就可以赢了 这个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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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活 是很有意思的一点 这个是咱们中国规则 咱们是孰子法 对吧 孰子的 对 那么这个棋 等于黑棋在这个地方 有 一人半个 一人半个 其实黑棋就便宜了 四分之一个了 对 对 便宜了四分之一 所以这样的话 黑棋 嗯 一百 一百二十四个半 啊对 对 盘面棋目 黑棋就赢了 一百二十四个半 还不见得赢 因为有可能有的时候 你盘面六母 盘面六母还是输了 对 盘面六母就没有一百二十四个半了 就一百八十三个半了 哦 对 是 只要是这个盘面七母 黑棋就能赢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黑棋掉了一个 啊 这个就是新式武器了 这个 这个我就没研究了 就是我原来我我研究的是这样的 多压一下 然后把它拐的时候呢 黑的掉在这儿 哦 这这都已经很必然了吗 啊 哇 这是看电脑的 啊哈哈 就是这个 对爱推荐 对爱推荐的 嗯 下成这样 这是一个 反正 说定式也行 或者说一个 你反正大家下一个下法也行 嗯嗯嗯 就是下成这样 啊 就是他觉得直接进来太惨了 然后走走在这边的话被围的太大了 我先怎掉一下 你要走那我再下来我舒服一点 你要走这个我靠下去 你就没那么大 嗯 就这个意思啊 那他不压一下呢 就是肯定是 我觉得也有彭丽瑶的一个想法 嗯 就是他这一步亮出来的 就亮出来这个 啊 这个棋啊 然后哎 白锡果然是血性少年啊 现在也这肯定他不肯回去 想要先攻击黑棋 嗯 转手为攻 那么黑棋飞 白棋这个时候是补回去了 嗯 就本来白棋这补一个肯定是总是一种棋 嗯 那么白棋现在他他认为 他认为这两个交换我便宜了 嗯 所以呢我就先震一个 那么震的时候如果说可以打出来 这两个肯定不能给了 嗯 那么 我估计他是不是就并一下 然后 又跳出 嗯 这样的话 你只能肩出头的话 感觉他就给你跑 对跑 嗯 然后把这个围住 感觉他也不害怕 嗯 所以这也是比较高级的一个战术啊 嗯 就是先交换一下啊 对 你想便宜我我再反便宜一下再回来 是那这样的话 暂时黑棋这个地方是脱不了手了 不能脱手了 这个啊 对 把黑棋像重了一点 得活 但是黑棋也不是说 呃 肯定就亏我感觉这个形状 就是有了这口气之后 黑棋这个地方就有根据地了 嗯 嗯 嗯 但总体来说可以白棋还是有心情 先压制一下 对 实战这样 黑棋在这个白的阵营里面活了一块 搭了一块堡垒出来 对 然后白棋呢 争得了一个先手啊 这个脚首先变成很实在的扣了 嗯 然后争得了一个先手去拆边 嗯 对 黑棋夹住 我觉得啊 嗯 我我大胆猜测啊 嗯 谢科下成这样的一个变化 包括彭丽瑶 他们肯定之前都摆过 啊 哦 就是他们肯定是用电脑训练过 那这个 那这个研究也太深入了吧 不 这还不是很可怕的事情 嗯 我觉得因为这个局部其实 虽然看着手术很多 嗯 但是其实变化并不多 就是如果像这样的话 其实 也算一本道 就如果是这样选择的话 那么接下来 其实他只需要看这个 嗯 就好 其实还好 最可怕的是我跟你说是刚才 刚才对局的李维钦我跟你说 嗯 有一次我跟他下快棋比赛 嗯 我可能给大家朋友要看我讲一下讲 就是 他他不是说这一个局部下了定型以后 嗯 他他就是定完了好多好多以后 跟我说 每一个局部的定型都定完了以后 他就是 就反正下到快快中盘了 嗯 他告诉我老师你这时候胜率多少 胜率多少 胜率多少 我当时已经惊了 天呐 嗯 就是 基本上这脚这脚下完那个下完了 然后这条边正在作战 然后下了那样以后 他告诉我是胜率多少 哎 那肯定是你胜率变低了 我胜率低了 我胜率低了呀 他说你这样下你大概值百 我当时白棋嘛 我大概30 你这样下的话稍微高一点 大概40 嗯 跟我一顿说 哇那你这个 那其实也还行啊 证明就是说 我下我的下法 他就是他能看到那个时候 就是我肯定是一个小白 对 那么就是我 证明我下到那他都看过 证明我就是我 其实我下的也还行 就快起 我其实当时用到 我只剩大概两三次了 你你也还行 你都走到对方研究的路上 你也还行 就也还行 只是确实 就是一直被被 就特别可怕 当时当时 就是我觉得我都惊呆了 就请他们他们孩子就训练的这个刻苦 那也是没办法该输 结果最后你赢了 输了啊 输了啊 这就对了 对了啊 哎呀这个 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 不光齐力高超 而且这个还那么刻苦 你说说 这怎么 赢啊这个 走在这 那走在这儿 这个之后这个地方是有靠段的一些 所以走在这儿我都觉得很 我都相信他们都是看过的 嗯 然后剑冲进来 好 拐 跳 那个地方讲上不补了是吗 不想补了 嗯 补的话这白的太大了 对 走 然后好 好 这种都是腾螺时候啊 用这个勾肩搭背的靠靠碰碰 都是一些 对这个一般 腾螺常用的一些借劲的这种下法啊 因为一个人去补断实在是太无聊了 嗯 这个还要继续被追杀 所以一定要借用别的这个对方的子力去这个走后自己 方老师是说的非常好 啊 这个 就是其实我们在腾螺的时候啊 嗯 肯定是搭着别人下 就是你靠着他身上 他不好 比如说你 不管你打架或者什么也好 你靠着他身上他再打不了你 对吧 就这意思 就是你腾螺的时候你 靠着别人下 借力打力 你就容易火 就比如说你多一个人多一个 他多一个你没什么用 你多一个可能对你做活就有帮助 嗯 所以呢就是你要靠着别人下 对 那相反攻击的时候就不要挨着别人下 是的 你像攻击的话你们冲着下肯定是不对 就像这种阵 这种罩 对对对对对对吧 就攻击的时候肯定要不要挨着别人下 是 要远离他 那么腾螺的时候呢就是做活的时候就贴着对方下 借力打力 对 那这个时候你看白琪肯定也是不给他购担搭配的机会啊 尽量不要让黑琪多头绪 嗯 那实际上呢白琪盯这个这个下面 黑琪做活 黑琪这不走是活不了是吧 这期就是说啊 这我要是下这期我就完了 就我脑子就完全一吞浆糊了 对先用一个小时 嗯 然后还没算清楚 算不清楚 对 真浆糊了 那可能选择会不会还是更多的去相信年轻人 不是就是 既然他走这应该这里面就不活吧 反正反正瑶子还是补了一个 嗯 对 这个白琪充完了点一点 是不是 他是不是冲 冲完了可能点在这儿我感觉 对 对 这样好像 嗯 还是有点 反正这你要虎这个他拖回去了 嗯 你要你要尖的话他先并你一下 你顶住再冲感觉是眼位很不够 嗯 确实是很危险 嗯 所以黑琪还补了还补了 嗯 但补还没完呢 白琪还要求这个 但补了的话 实力应手 就是 感觉上 就问你难不难受 感觉是那个搭背是不是 就是 反而不便宜了 反而不便宜了 这要是 我觉得 就 太清楚了吧 嗯 嗯 对 就他对这个每个骑行的都非常清楚 是的 嗯 然后黑琪继续 顶 继续顶 嗯 这样的话 这边 反正白琪走一个 估计黑的就死了 这冲可能就冲死了吧 哦 对 应该黑琪就把这个弃了吧 就弃了 对 好 白琪现在是选择了这个点 嗯 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下方 是这样 嗯 就是说 这个反正这个点 肯定是一个场合下方 嗯 就是正常局部肯定是靠段 靠段比较多 你局部下方肯定是靠段比较多 现在我估计你靠段是不是 黑的我顶持一个 你估计 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 你现在白的这本来就很厚 你现在再去加强这个就没意 如果说你这些本来 你不是很这样的这么厚 嗯 那么你靠段如果能强强这样 你肯定还可以 嗯 对吧那作为黑起来说 肯定你厚的时候 我就选择走这边 对 对我不可能说我这个 还还按你这靠段这个下方下 我要是打 你立 我打 你跑 是不是 嗯 那么我再 我再打 你在跑 然后你 你就沾上 我就拐出去 那黑的这在干嘛 这没意义 对 对吧 没有意义你在这下厚了 啊 就是这个时候白棋 他肯定担心的 就是白棋靠段 肯定不是担心黑的从这走 嗯 他是怕黑的转到那边去 那么他等于是就有点重复了 对 那么实战白棋点在这呢 也是觉得我是厚了 我没必要去加强这个 我从这个地方 让你这个后视变得没有用就可以了 是 我把实质性的目数拿掉 对 嗯 这也是一个就是反正一个场合的一个下方 那么就跟刚才我们说的就是 你可能背的就这个棋 老师这靠段其实很严厉啊 就 反正现在就不不便宜 这又是一个这个选择 对 定次的选择了啊 是吧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充满了这样的难题 嗯 这个 其实两位高手的 其实咱们都可以学一学啊 嗯 他们是怎么进行判断的啊 就是他们 怎么选择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下 其实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 这本来不是靠段的吗 他怎么不靠段呀 要本来不是这么下呢 为什么不这么下呀 其实就是说他们 他们是经过了判断和选择才会 必然是有原因的啊 所以你要去理解他的意思啊 要去理解他的意思 对 是这样白旗飞 黑旗拐 白旗尖 那么这条边的潜力 现在黑旗就没有了 是的 嗯 好 那么这个时候 黑旗飞出来 嗯 黑旗飞出来这个 一 肯定是照顾一下这边啊 嗯 照顾一下这边 二的话将来 他是不是还是瞄着这个白旗 没活呀 搜刮搜刮 不是我肩里没活吧 好 肩一个是没有活 是不是没活 没活 你要硬吃我好像确实我没活 啊 我也没特别硬 哈哈 就是正常硬 嗯行 对 我肩一个其实也不是特别硬我发行 还行还行 你走着我挤 你挤一下这个我挖进来 哦 也有点硬啊 哈哈哈 但是就肯定还是瞄着这个 你没活 我没活 将来就是反正他 连一下这个 嗯 白旗 好白旗成一 这步棋我觉得也很大 就下成这样啊 我觉得 谢科下的这盘棋是 特别自然 嗯 你觉得吗 就是我觉得他棋 下的特别自然 还是说你年外之一 觉得他都跑过 就是 不然的有点像 AI 他的吻合率肯定是非常高的 哦 你要是非洲说他这个 其实他全都跑过 就有点可怕了 嗯 其实我们肯定觉得 哇 这真的可能吗 这个 嗯 其实真的有可能 我是觉得 你是深受重创 这曾经给你留下的心理阴影了 不不 我是觉得他们只是年轻 他的确是非常用功 就是说他们下成这样 这么优秀 嗯 他不是说运气好得来 嗯 这个都是有原因 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好 那我们继续看 黑棋尖角 白棋这个时候是飞 这部棋很大 不光是木树 黑棋这块棋 现在也没活 那么黑棋现在出头 在平时看来很厚的一块黑棋 嗯 到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反而变得不活 嗯 这就是一个场合的下场的好处 嗯 那么现在 白棋 把这个字跑出来 现在全局好像也没有特别大的棋了 也就这个地方 对 现在反正看成这样的话 焦点 我们就是说 简单判断一下的话 我感觉黑棋 木树肯定是不太乐观了 哦 2 4 6 8 9 9木树 嗯 这边一样 就算你有一木树 你不是得便宜了吗 这个算你十木树 对吧 然后你就像这块 现在 那白棋的话 这里大概三木树应该有 三木树然后这块大概十五 二十五 嗯 然后这块棋的话 是六 三十一 白的大概三十五木树 嗯 白的三十五木树 那么黑的话 这个两块十木树 就是说这块棋 你需要为 三十五的话 四十 三十五 你得为 三十好几 你算你得为三十五木树可能 嗯 那么你木树的话 四十四二十四 嗯 你算了这一线 全围上你还不过三十 那么从厚薄的角度来说 白棋应该 基本上都是活的 嗯 黑的话这块 这块 它就还没有活 我觉得应该是白棋 还是明显的 白棋好下 嗯 好那么黑棋贴 那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们这个变化 也很简单啊 这个局部的变化 不肯定 搬了打一下 对 嗯 其实谢科这个地方 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他如果不飞呢 嗯 他先搬呢 黑的就挡住了 他应该不会虎了 嗯 是啊我也觉得说 他非得先飞一下再搬 就是你飞完打了再飞 哪捏一下刺激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 避免性在哪 可能没什么避免性 他只是觉得你 虎我不怕而已 嗯 他可能觉得你虎我不怕 嗯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贴下来 嗯 比起力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贴下来 好像也没有什么便宜啊 看着 虎 他怕他现在吃在这 哦 可以吃在这 你虎我可以吃在这 那贴还是有用的 嗯 然后 然后 黑锡 打完了 冲下来 局部就走成了 这样的一个定型 但是我觉得这样 黑锡是不是也还行啊 这样反正黑的行不行 跟咱们放在你判断的话 你再加个木嘛 啊 刚才白锡大概35木器 加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40 40加了 那么你这个话是10木器 现在的话你这块锡 你得为40木 我感觉又不行了 哈哈 其实有的时候你 感觉又不行了 就是白黑锡这块锡 得为40木 现在感觉如果 有点困难 再来的话 20 30 40 大概50木器 如果是这样一串推过去 大概50木器 但是一块推过去 你可能这边就死了 这可能就 嗯啊对 所以就我觉得黑锡 应该还是困难吧 是 但是黑锡实战走在这 这个对这块锡有影响吗 这块锡活得死的呀 这块锡 这块锡你得问谢科呀 我也不知道啊 那谢科就告诉你 这个锡我就是活的 我脱先了 哎 这一走这个黑锡 恐怕再也不可能 会出40木 那再也不可能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一下子我感觉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锡 我们看实战啊 实战锡这个地方就是 白锡活了啊 没有锡 活了 对实际上是活了 这一路虎是好奇啊 大家这个 不要随手一沾 沾的话眼位 你可能就不够了啊 虎在这儿啊 就多个眼这个锡 等下这两个交换了一下 嗯 活了 我只是说把这个锡 黑锡把白锡搜刮成了一个 三木锡 哦 蓬莉瑶 这不齐不错 靠了打吃是好奇啊 我以为是小肩啊 小肩没活是吗 小肩 没活 哎 活了 活了呀 活了耶 活了为什么不想捡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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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没有看见黑锡能刺一下 我觉得实战 我我不知道啊 不是我不刺你就便宜了吗 不刺我就提了你是干嘛 那他觉得对 哎 挡住 对我可以挡住 我打这个 打了先 那我是不是比那个会好呢 现在我接你挡住 感觉不知道 他我觉得他他可能没看见 白的挡后边 啊 不对呀 杀子也活了呀 对啊 我走那也活的呀 他是没看人家刺一个呀 不知道 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黑锡刺一个白锡很难受 白锡只能粘上 那黑锡这个地方 那不肯定亏了吗 他 那应该单肩 对啊 嗯 稍亏 小亏 小亏 哎 谢科特吉是不是就是这样 对 他容易打勺 对对 容易好像一些 给你占一些小便宜 会会 他容易打勺 就在你没想到能占到便宜的地方 你可能会占到一点点小便宜 然后 黑锡 走 白锡断 断一个也是适应手啊 这个时候呢 呃 黑锡 不敢走这个 这口气很重要 嗯 以后白锡断的话 黑锡有可能外面用紫 就会厉害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适应手的下法 白锡断 因为现在从胜利上来说放小时 好像黑锡还可以啊 是吗 我看绝义老师是这么说的 哎 那这块锡围上40目了吗 应该围上了 我看 现在应该不需要40目 因为白锡这个变成三目锡了 白锡这个变成三目锡了 白的缩水了一些 嗯 黑锡脚上也得了一些 嗯 就是白白黑锡把这里下厚 还是很有价值的看来 嗯 啊 这一串等于是 也是黑锡便宜了 彭利奥便宜了 嗯 啊 不过看这胜率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很细了 就是一目锡之间的一个差距 嗯 他这个 啊 白锡冲过来 这个地方白锡还是有一些 充断 充断是应该是一直存在的一个 黑锡 对 黑锡丁 哦 这个 白锡长 黑锡袜 黑锡袜 打赤 从进程上来说 我觉得应该是白锡不错 哎 这个时候是什么情况 白锡没有选择在下面 而是把黑锡分断 这个局部是 啊 黑锡打完了 提 是什么呀 你这虎一个是不是就已经活了 虎打呢 哦 那那他提没有问题 提一个活了吧 活了吗 提一个没活了 看起来好像活了 你傻傻的一贴 傻傻分不清楚 你就活不了 哇 这我难道可以死了 你看着我走这你一火了一团就活了是吧 嗯 我傻傻分不清楚呢 啊 这手机感觉黑锡有点难办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哦 不对 傻傻分不清楚活了 怎么活 啊 我这下面一样的是吧 对一样的 一样的 嗯 可以 实战 蟹科 这个地方的计算好像没有毛病 它是先打吃 先 造劫材 对 造劫材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打结 差在这儿 完了 没看见 应该是 朋友应该没看见这个 哦 对 应该是没有看见 那黑锡 这个棋 黑锡这个棋不在这儿 是不是就火了呀 我在这儿没没没火 我看了 为什么呢 我可以先拐这个 你走不到 哦 我先看你这个 这个棋还挺妙的 妙 嗯 这样的话 黑锡走这个白棋 只要是掐到这一下 上面就没眼了 哦 上面黑锡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要点 这是要点 嗯 那这个局部 是不是朋友出现了一点计算上的问题 有可能啊 这个就变成打结了 嗯 而且走成这样之后 打结 那么接下来再看看 嗯 嗯 本身结先找 然后提回来 然后黑锡 白锡都吃 就是 西科斯奇好像特别果断 果断 对就是他算准了 就是哎我就来了 就 就 也别搞那些 这个提过来 然后粘上 然后打吃 白锡提过来 好多结它可以跑 嗯 铺一下吧 应该是 哦 先提 哦 这个也是结 白锡铺进来 然后黑锡提 然后白锡继续跑 结材提过来 太烦了 啊这个 我还能再跑 好生死结 太烦了 这个 结材太多了 这个 然后黑锡粘 这样打吃的话 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好 那 那 打吃 不是放 他是不是要打那边啊 打那边这边 有结啊 你还是得打过来 我跑啊 我打这个 我再跑 哦 那差不多 这个应该 相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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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然后 黑锡 结一下 铺 铺找结 铺就不理了 换个结材 不理了对 这个结要轻一点 不然这个 白锡还是挺重的 然后黑锡提 然后白锡 这个结找的太舒服了 这太难受了 全都是免费的结材 一点都不损 哎呀 看来这个铺后 其实很重要啊 然后 黑锡提 结 白锡跑 跑出来多少个结啊 黑锡打 白锡提 黑锡 沾 白锡打 这个沾也是亏的 打吃 然后 黑锡提 但是这个地方 黑锡已经没有 还有一个结 然后 哎呀 这个地方还有结 这间一个还是结 这这个还是结 那那是打不赢了 嗯 黑锡 补回去 然后白锡提过来 嗯 黑锡沾 白锡 吃 吃 太狠了 但是这样它这有结材 就是它本来补这 这都结材 它不让你有结材 对对对对对 然后黑锡提 白锡 你看白锡还不肯损着关子 这以后还要扳呢 哦 还不肯损关子 对靠 然后黑锡打 这是本身结 这个不然冲过来 不行 不行 提 然后黑锡粘 这个也是免费的结材 白锡打 黑锡提 然后白锡跑 黑锡粘 白锡提 黑锡扑一下 扑一下 扑一下 然后白锡 终于跑了一个 你不扑我不跑 你扑了我就跑一下 但现在主要是没结了 没结了 提 然后黑锡这个眼见的 这最后一枚了 最后一枚了 一枚走完了之后 咱们把这个子 然后黑锡提过来 白锡 这儿还有一枚打吃 黑锡提 白锡提过来 差一枚结材 好 这这个 这太惨烈了 太惨了 这个不是结了 这个不是结 对 就就只差一枚结 就差一枚 嗯 白锡这个地方 这个结材 找挺舒服的 这我不 你不觉得黑的硬的 有点奇怪吗 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结材 这打吃一个打吃在这有六个结材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六个 也是六个 一样 没办法 也是六个 差一个结材 这个挺悲愤的这个棋 这是最后一手 是吧 这一提 对这个提是最后一手 等于说黑锡现在没有结材了 黑的这个时候要是再铺这个打这个结 那 那个结白的就小多了 对 白的这地方 这正常有结材 它提完以后 这脚上有结材 这边有结材 这走完一般 这个结找完再找那个 这个结找完再找这个 这个 就差那么一点好像是 对 那也是这盘棋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彩 还是非常精彩 尤其这个 杀棋的时候是这一挤 零空一挤 关键是 这个挤它成立了 正好快了一枚结材成立了 所以 这计算太精确了 先把这个 这个打了打掉这个 是 它是不是都算完了 这个 所以这个确实是年轻人 这个计算力很可怕的 太可怕了 确实 对 那我们还是欣赏到了这一盘 非常精彩的对局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